現在要很習慣 以後你可以善用 因為我覺得新北市政府的資料好處是 它一打開就看到 就比較不需要再用Notepay++ 不然台北市政府下載一下有沒有 它可能還要再去按右鍵 去用Notepay++解析 其實你可以看到 只要是中瓜糊 它用EVO EVO裡面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一個的Dictionary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解析出來 解析出來如果我今天要的資料 當然這邊欄位這麼多 我如果只是希望 因為其實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可能我需要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幾個欄位就好了 其他欄位不用 第一個欄位可能就是 可能是什麼 這個我把中文把它直接放在這邊 其實裡面也可以自己把它複製貼下來 這樣看比較清楚 那裡面的話當然就是第一個 我們可能會需要的是 它的站點的名稱 是叫什麼 SNA 這一個 另外的話 簡易第二欄 然後另外的話 總格數我可能要 可停格數要 其他好像我暫時不需要 未來如果要跟Google Map結合 可能緯度精度這個可能要 其他不要好了 地址 看就不需要 假設我今天只需要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站點名稱 第二個欄位是 總共可以停幾格 第三個是 那個可借幾格的話 那我如果要把它print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那我當然會希望說 上面先給一個欄位名稱 下面的話呢 可以把它的那個站點名稱 總格數跟目前可停格數顯示出來的話 比如說我們就是 其實你在使用資料的時候 記得你不是全部都下來 全部下來沒意義嘛 我們只是希望能夠針對我的需求 找到我要的資料就好了 就過濾嘛 對 那所以呢 第一個啦 當然我們要顯示出來 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要去想說 我們就針對 其實有兩種方法 要不就是你用之前寫法 就是把那個名稱的 key放這邊 就是key value 就把它丟到前面 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把那個 可是我發現 上面這種寫法比較簡單 怎麼 就是把我們 從網路上撈下來的資料 這個value 其實裡面放的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啦 所以value下來的話 裡面就是 一個什麼呢 一個中刮弧開頭 一個中刮弧結束 裡面有很多大刮弧 然後豆點 大刮弧 豆點 有沒有一堆東西 就放在value裡面 那所以我要一個一個把它爬出來的話 那我就用for回圈把它print 不過前面我先寫一個 藍位名稱 那把這裡面怎麼爬出來 一個先幫我爬出來 所以這個dictionary呢 那我本來叫park 我剛才直接講 放dicte好了 跟之前寫一樣的名稱 這樣我覺得你們比較好記 不然叫park 有時候你不知道是什麼 我改個名稱 dicte好了 ok 那所以過來它就一個dictionary 一定是大刮弧開 大刮弧結束 然後呢 我就怎麼樣呢 把這邊改成list2好了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可以配個篩掉資料 啊list2我們前面一樣的名稱 所以我用一樣的名稱 以後你們也比較好理解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list 裡面的value 這個diction裡面的value 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我要的是 它裡面的key 好不 我跟你講它裡面的value部分 所以value 也就是說呢 我將來只留下 這個冒號後面的東西 冒號後面的東西 那它會怎麼做呢 它其實就是把後面東西 放在一個中刮弧裡面 把這個塞進來一個 豆點 把這個塞進來第二個 把這個塞進來第三個 就分離了 有沒有 啊其實就不是dictionary 就是一個list 啊list的好處就是 以後比較好處理 不然dictionary我發現 其實還蠻麻煩的 我要的key 要的 但是你就用list來處理 不就簡單了嗎 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一個一個 抓下來之後呢 然後呢 它就是一個list 啊我名稱取一個list2 這樣也許跟前面差不多 list2以後 如果要塞到資料庫 就再進一個list3 有沒有那append append 丟進去 就完成了 所以資料庫啊 這個地方 你還要先把那個list的概念 熟悉啦 以後就很簡單 所以我要的欄數是 第二欄 等於是 第一欄是代號是0 我要的是它的中文名稱 加總停車格是第12 這個是0 然後12 這個是2 然後再來是3 所以也許我只要這三個 那我就是抓什麼 抓這個數字 啊這個數字指的是 它是哪一欄 那欄數的話是從0開始 第0欄 第一欄 第二欄 一直被推 所以也許喔 反正你就照這樣做啦 啊就是把你要的東西 直接把它放在下面 所以上面會先輸出什麼 它的欄會名稱 有沒有 欄會名稱輸出了 OK 那我用豆點 我本來用tape 可是我發現tape好像中間間隔太大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把名稱有沒有 一個一個的幫你把它怎樣 抓下來 啊抓的話我不是全部 我只有抓我要的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 欸哪個地方 格數最多呢 喔這邊 欸系指火車站還蠻多的 OK 如果你想說 可是這個資料什麼時候出現的 會不會太久 會不會去的時候剛好被搶光了 因為系指 可能很多人在台北工作嘛 那下班的時候回去剛好騎U-by 欸會不會去剛好沒有了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知道 這個更新的時間有沒有 他好像也有個欄位叫什麼 這個mday 那這個mday的話 如果你要再加上去的話 其實也可以什麼 再一個豆點 我這邊加個 假設我就要把那個更新時間加上去 就豆點嘛 啊把這邊更新時間的欄位名稱先加 那如果說我要再串那個的話 那我就把這邊再加一個 然後他是第幾欄呢 第3 這個是4 這個是5 所以把這個股改一下5 好啊這樣就多一欄了 多一欄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 OK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有個更新時間的 不過他這一串喔 他是年嘛 月日時間 如果我今天只要在前面的 我不要前面的東西啊 十分秒 我只要什麼呢 十分秒就好了 那你還可以怎麼樣 把它用一個方法 你還記得吧 把這裡面的list5 裡面呢再怎麼樣 多加一個中瓜圖 告訴他說哪一個字到哪一個字 他開頭一定是0 然後 這邊是7 第八個到最後一個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第八個 冒號 到 他的最後面一個 那你就是什麼 乾脆用LEN好了 不然這樣串我確定喔 這樣我給他把 他這個的總長度 跟他講一下 我要到他最後一個字好了 我試一下 這樣把它執行一下 OK 他這時候 有沒有發現 他出來的東西 就是 十分秒 OK 所以是什麼時候更新的 是七點四十三分 所以是六分鐘前更新的 六分鐘前應該還算可靠啦 不會說六分鐘前 六分鐘後 馬上全部被借光了 所以這個資料 應該是還蠻可靠的 應該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 以後的話 真的你要學會爬蟲的 最高境界就是 你要什麼抓什麼 OK 然後顯示在你想要顯示的地方 但目前我們是顯在下面 如果以後呢 你可以手機上隨時 也可以把它update的話 哇 就方便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邊的話 我是再加上 這四個欄位好了 假如我要更新的東西 只有這四個欄 而且更新我要更新的時間 我不用日期 因為一定是今天的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